OP7.0 1.9已经新增了Basis核心外挂 基本上是参考了Notion的Database 提供了资料收集的一个展现功能 它非常适用于收藏类型的应用的场合 例如我们的书籍收藏 电影收藏 音乐收藏 或者是专案管理等等 需要一个资料表格的情况下面来使用 这一次我会使用笔记管理的笔记收藏 也就是原来使用Dataview建立的索音笔记 我会把它转换成Basis的语法 然后来展现 透过这一个转换各位可以了解 Dataview跟Basis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这个Basis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对应于Notion的Database 其实我们翻译成酷应该是可行的 可是酷已经使用在太多的地方了 例如Obsidian的Vault Git的Repository 通常都是翻译成酷 对应于它的功能 我会觉得把它理解成是资料集合 或是资料集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以下我就来做一个Basis的简单介绍 同时最后面再来展示一下 如何把Dataview的语法转换成Basis的表示方法 要启用Basis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在设定里面找到核心外挂 同时把核心外挂里面的Basis给启用起来 启用完以后 就可以在命令面板里面输入Basis 就可以找到Basis的两个命令 分别是Create New Base跟Insert New Base 顾名思义Create New Base 就是会产生一个新的Basis档案 这个档案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在上面做视觉化的操作 现在直接执行Create New Base 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一个Untitle的点Base的档案 最上面就是可以操作的一个界面 首先就是显示出来的一个样式 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点击Table 可以新增一个新的检视 目前Basis提供了两种布局的检视方法 一个就是表格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表格的内容 那另外一个就是卡片的形式 接着右边就是符合的资料的比数 在这边有一个3231的Results 表示我有3200多个笔记符合查询的条件 目前因为没有设定任何条件 它显示出来就是我目前Volt里面 就是有3231个笔记 那如果我们要设定条件的话 就是在右边的这个Filter 来设定过滤的条件 点击一下 它是使用下拉选单的方法 来做条件的设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先点击这个Property 然后找到我们在EMO去输入的Text这个栏位 我就选择这个Text 然后它要含有Obsidium这个标签的 在这边就输入Obsidium 各位可以看到它会自动做AutoComplete的操作 这样子它就会只剩下333个Results 表示我有333个标签里面含有Obsidium标签 也可以把这个条件改成All这个条件 All开头的是会产生成End的条件 我们有另外第二个条件就是在点击Filter 假设我也是使用Text 同时希望把含有Git的一起出现 这样子的条件就会是我的标签里面 同时有Obsidium跟同时有Git 那可以看到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End的条件改成All这个条件 那就是点击一下这一个下拉悬单把它改成AnyOf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是All 各位可以看到它还是333个 这个就是设定条件的一个方法 在这个地方只看到有一个档案的名称的栏位 如果希望显示更多栏位的话 就是点击这个Properties 上面开头都是档案物件 它所拥有的这些属性 那如果是AMO区里面的属性就是在下方这一些 那假设我希望要出现我的建档日期AMO区 我有一个Created的这一个栏位 同时有一个Modified的这个栏位 我希望都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也希望把Text这个栏位给显示出来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来做过滤 那找到以后再勾选它 它就会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显示出来目前有这些栏位 那我希望按照这个修改日期来做排列的话 就是只要在上面点击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到V符号 表示目前就是从小到大的排列 那我也可以再点击一下 它就会变成是V的符号 表示它就是从大到小的这个排列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Sort 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显示 表示我们已经有设定了一个排序的栏位了 假设这个时候想把Modified的栏位来做一些修改的话 就可以直接点击Properties 再到Modified的这边的大于符号点击一下 再选择Edit Property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来做修改了 因为它是档案物件的一个属性 我们没有办法对它其他的地方做设定 只能来修改它的名称跟它的类型 假设我们希望把这个显示改成大写的 就把这个小写的M改成大写的M 然后Enter以后你会看到它这边这个显示的内容就改掉了 但是如果希望只是要显示修改时间左边的日期 而不显示时间的话要怎么来修改呢 因为我们刚刚的这一个Property是档案物件的 我们没有办法来对它做进一步的操作 我们就不勾选它 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Add Formula 来新增一个公式 也就是新增一个自定的栏位 进入这个自定栏位以后 首先就是出现显示的名称 就直接输入Modify的Date 然后再输入这个Formular 那一开始我们对这个Formular 可以使用哪一些内容不清楚 就可以点击这个问号 来它的查询网页里面 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可以使用的函数 透过这个网页就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 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在Formular里面使用的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来操作了 我们是要操作Modify的这一个Property 这个Modify的它是一个时间的格式 我先把它转换成日期 因此点ToolStream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右边其实会自动做AutoComplete 转成字串以后 是要取最左边的10个字元 它有一个函数叫做Slice 就使用这个Slice 我是要从第一位取到第10位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内容给输入完毕了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Modify的已经出现了 来看一下这个Modify的 但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栏位并没有显示出来 表示刚刚那个公式没有正确的输入成功 再来看一遍 我们再重新输入一遍 如果我们输入的格式有错误的话 它下面这边会出现Invalid Formular 正确的时候它才会出现Valid Formular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已经出现 而且就是少了开头的第一码 再来修改一下 它应该是从0开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内容就已经正确的显示出来了 这个就是日期的格式 按着这个标题不动 然后拖拉 它就会显示在你需要出现的位置 那一样我们再来修改一下这个Created 把它也改掉 就是Add Formular 然后给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用CreatedOn 公式就输入Created的这个Property 点ToStream 点Slice 0到10 嗯都没有成功 Created 没有成功的原因 因为现在显示出来的Created 事实上是档案物件的 那我们要把这个档案物件的Created给拿掉 CreatedOn其实是在后面 然后我们就从这后面呢 把它给往前拉 最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观的设定 目前我们可以点击这个Table 来看一下它目前的检视有几种不同的格式 它有两种不同的布局的格式 一种就是目前看到的表格的格式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卡片格式 来新增一个新的检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输入Cards 然后把这个Layout换成Cards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是卡片的格式 然后在这个卡片格式这边 要先选择在你YAMO区里面 到底哪一个Property是来显示图片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栏位叫做CoverImageURL 这个是我的图片的格式 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没有内容 因为我大部分都没有图片 可以来下一下条件 把它给改变 各位看到这个Filter 已经是变成是全部的了 表示不同的View 可以设定不同的Filter 在这个Filter这边一样 来找这个Text 然后Contents Obsidium 这样子就会出现 只有Obsidium标签的所有笔记 就用卡片的形式来呈现 但是因为我大部分的笔记都没有图片 如果希望是出现有图片的话 我们就是再新增另外一个条件 AddFilter 然后是使用哪个Property 就是我们这个Cover这个条件 我希望它不是空着的的时候 它就都会出现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输入控制串好了 好 它没有出现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边程式码区块图示 来看一下内容 可以看到这个格式是不对的 我们刚刚不应该输入双引号 只要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就表示说我的标签是Obsidium 但是我的Cover底线Image 底线URL这个Property不是空白的 它没有出现 那表示我们这个语法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就换一个语法好了 我把它改成是用StartWith 不是用HTTP开头的 好 这样子就会出现有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它这个后面是一整个内容 把它改掉 不要这么多 这样就好了 其他符合的就会出现了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卡片的格式 透过这个切换 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检释的方法 这个就是表格的形式 它的条件是右边的这个条件 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卡词这个检释 它的检释的条件是这个条件 所以它不同的检释 可以设定不同的过滤的条件 以上就是很简单的Basys的操作的方法 如果各位对以上的操作 感觉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解说文章 我的解说文章里面 有把详细的步骤都已经列出来了 各位可以来参考看看 那接着我们就来展示一下 InsertNewBase 要怎么来操作 操作的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 直接点击Ctrl-P 再输入Base 找到InsertNewBase 它就会将这个Untitle的Base 直接就用引用的方法给显示出来了 它就显示在这个地方了 接着再到档案浏览器里面 找到这个档案 对这个档案来做修改 比如说我把它的档名 改成别的名字 比如说我改成Test0727 然后再加一些条件 这个是用Contents 它出现就是含有Anki 这个标签的所有的笔记 有22个 刚刚没有讲到是点击这个结果 其实可以把内容给复制到剪贴簿 或者是把它汇出成是CSV的格式 那这个地方可以来做这个资料汇出的功能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InsertNewBase的操作 程式码区块的操作也是很简单 只要在档案总管里面找到点Base的档案 然后将它的内容给复制到OperC点里面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使用文字编辑器 然后将这个文字编辑器 Untitle的点Base这个内容给复制起来 Ctrl A 再按下Ctrl C 将这个所有的内容复制到系统剪贴簿 再回到OperC点 将这个内容给复制进来 然后接着再把内容整个换成程式码区块 程式码区块语言呢 使用BaseBase最后再加上结尾的三个道引号 然后这样子就是把程式码区块 已经完整的复制进来 我们在其他地方点击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就呈现出来了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程式码区块的操作的方法 我建议大家可以尽量使用这个程式码区块 因为它的弹性会比较大 接着再来介绍如何把DataView语法转换成Base语法 我们只要进入Base is toolbox这个网页 这个作者已经提供了转换功能给我们来使用了 只要把DataView的内容给贴进去就可以了 我来找一篇有DataView的内容 这是一篇Git相关的 我把这个DataView的Table复制起来 再到网页 把刚刚复制的DataView的Table内容给贴进来 请各位注意目前它只能转换Table相关的DataView 如果是List的话就是把List改成Table再把它贴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右边它就已经转换成功了 这个时候再点击Codeblock 再回到Opc点 将内容给复制进来 那我就在这个下面这里直接把内容给贴进来 它就已经变成是Base的EMO语法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任意地方点击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就是符合的内容 但是它没有档名 那我们可以自己透过这个Properties来做新增 那我们来找一下 这个FileLink并没有出现 不需要这个FileLink 来找到FileName 就是这一个FileName 然后接着再把它给拖拉过来 那这个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调整一下宽度 那这个我们再进入这个程式码区块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个Order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File.name了 就是我们刚刚勾选的 那表示说 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它也会同步修改CodeBlock的这个内容 那因此我们这边做的任何修改 都会同步到这个CodeBlock里面 我们进入这个Properties 然后这个Created 我们就不要用了 不使用这个档案物件的Created 而是要使用我们在EMO区里面的Created 不勾选它 然后我们是要新增一个制定的栏位 因此要用这个AddFormular 然后在这个地方输入CreatedOn 然后公式就是Created的这个栏位 把它变成字串 再用slice 0.10 好这样就正确了 这个时候这个CreatedOn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再拖拉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视觉化操作已经结束了 那接着我们就直接在程式码区块里面 直接来对这个Modified来直接做修改 那直接进入程式码区块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Formular在这个地方 它有定义了CreatedOn这一个公式 那我们就比照这个内容来做修改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是用Modified 然后用Date Property改成Modified 那要记得Formular修改了以后 相关对应的内容都要跟着做修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是使用Formular的CreatedOn 我们先把它改掉 就是要用公式的这个修改日期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一样就呈现看一下这个Properties 我们使用的是公式 然后这个Filter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自己来修改完成了 也就是我从程式码区块里面做的任何修改 它其实都会双向的做更新 这个就是使用程式码区块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最后就是到底在笔记里面 你要使用DataView还是Basis呢? 选择有几个考量 首先如果你有速度上的考量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Basis 因为感觉Basis在操作的显示上还是速度比较快的 另外如果你只是使用了DataView的程式码区块 没有使用DataView的Inline栏位的话 也就是这个属性的名称后面用两个冒号 这样子的方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Basis 如果你有使用了InlineField但是又希望使用Basis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DataViewProperties这个外挂 把两个冒号的InlineField把它给新增到夜谋区 这个外挂就是专门可以帮我们做这个转换的 DataView是使用在如果你使用的格式是List格式的话 你就是必须使用DataView 因为目前Basis没有List的Layout 还有如果你有使用了DataView.js来对你的资料做更多的控制的话 当然就是只能使用DataView.js 因为目前Basis它的定位还是给初学者使用的视觉化的工具 DataCore因为我没有使用过 那没有办法做评断 但是在我的感觉 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尽量使用Basis来取代DataView 或者是DataCore 因为它的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操作也很直觉 然后又可以双向程式码区块跟视觉化的UI 可以两个同步来做更新 可以说它的操作其实是比较直观的 那我觉得各位可以尽量来使用Basis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介绍的Basis的简单介绍 如果你觉得我的介绍对于你的操作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录制以后的教学影片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吓人 Bo